各位評審老師和各位參賽者同學們大家好 我是二號 今天我要演講的題目是 讓我感到遺憾的事 在我心裡曾經有一段讓我感到遺憾的事 那就是在三年級時 我的大考考的不是非常好 為什麼能讓我感到遺憾呢 就在考試的前幾週時間 媽媽就像是樹上的蜘蛛一樣 不停的叮嚀就我 每天要複習的科目 不厭其煩的提醒就我 要寫的自修範圍 可是當時我卻像隻頑皮的小猴子一樣 每天就只顧著嬉戚玩耍 對媽媽的話更是充耳不聞 她的話就像是蜂一樣 從我的耳朵咻一下過去 當時的我只顧著在遊戲裡的天空中 自由的飛翔 直到了考試的前戲 我感覺像是被撲了一盆冷水 感覺自己什麼都沒有準備好 我就像隻精通失措的小兔子一樣 急忙地翻閱書本 手忙腳亂匆匆不息 就像是小船在暴風雨當中 就像是下課時忘了帶雨傘 只好在灑陀大雨中行走 既難備又無助 考試結束後 我懷抱著坦透不安的心情 等待成績出爐 果然有些題目的扣分 讓我感到遺憾 但是這也讓我學到 臨時爆火腳是沒有用的 就要像農夫一樣 早早起來才能豐壽到豐壽的果實 從這件事情之後 我就像隻小鳥一樣 學會了飛翔 開始對每一件事情負起了責任 然後也開始對每一件困難 努力的解決它 我希望我能像陽光一樣 每天都能光芒四射著 對每一件事情一定要負責任 並且努力的解決 才能從一件事情中 獲得快樂以及成功 謝謝大家 我的演講就此結束